摧毁一个男人其实很简单 只需要从他认为最亲近的人那边下手即可 在日本2010年有这么一部神奇的动画 意外的幸运签 讲述一个日本少年亲眼目睹了母亲 还有女神的不堪行为 最后自杀 而故事就从这个自杀的少年身上展开 在人死后 灵魂会被送到冥界 而如果生前犯下滔天大罪的灵魂 则无法重生 可一个犯罪的灵魂 却在冥界获得了意外的幸运签 他有半年的时间重新回到人间生活 只要在半年时间内明白生命的意义 并且认清自己生前的罪孽 就可以重新转世 而这个过程会有冥界的向导普拉指引 在这半年的时间 他寄出在一个名叫小林珍的男孩身上 小林珍在三天前自杀 抢救后被罪犯灵魂寄宿而恢复清醒 爸妈都还不知道自己儿子已经死去 并将对自己孩子的乐情全部给予到了罪犯身上 感受到这个家庭的温暖 罪犯实在想不通 为什么小林珍要自杀 普拉这才想起来自己好像什么都没有说 于是便把小林珍的一些基础信息说给了罪犯听 看似平易近男的老父亲 其实是个一事无成的工作闲鱼 温柔贤卫的老母亲却和老老师出轨 不爱说话的哥哥竟然不是内心温暖 而是真的就只顾自己的事 还以为小林珍是个幸福的孩子 被普拉这么一说 原来就是一个倒霉孩子 而鸭子小林珍的还不只是家庭原因这么简单 她的亲眼目睹母亲发生背叛后 还亲眼目睹了自己女神香香和优纳书乱搞 双手打击让小林珍对这个世界彻底绝望 何当罪犯觉得可怜的是 小林珍即便死去了都没有一个同学来看望 在之前上学时她从来不遭惹别人 但却总是被同学不断欺负调侃 这叫了小林珍的故居后 罪犯竟然对小林珍的遭遇感到同情 虽然自己只是借用身体修行 但却还是本能上的对小林珍母亲产生了疏怨 母亲越照顾自己 罪犯就越觉得恶心 终于等到身体彻底恢复 可以去学校上学了 但是同学的一样眼神和疏怨曲止 还是表现得很是明显 即便现在小林珍和遗忘完全不同 就连那个暗恋自己的女神香香 都重新走进了命运的轨道 因为罪犯喜欢一个人亲近 所以总是独自来到美术室 两人的接触就从这里正式开始 香香身上几乎聚集了所有青春少女的优点 于是罪犯竟然也对香香产生了性感 而有趣的是 除了爸妈能够感受到小林珍心额上的一些变化之外 身边的人就只有一个叫唱子的女孩 明显地感受到小林珍就像换了一个人 而这个女孩竟然在普拉的指导手册里 没有被提起 这也就意味着小林珍生前完全就没有在意过唱子 唱子的打扮让罪犯也有些不细 甚至因为一直在耳边说你变了之类的话 而让罪犯更加对唱子感到厌烦 而对母亲的厌烦也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加深 本来只是刻意躲避不想交流 现在更是为恶言相向的母亲喊泪痛哭 而在这个家庭内根本不存在有人会去安慰母亲 日子已经不知道过去了几天 普拉干净提醒罪犯在这迷茫陀落下去 根本无法完成修行 但罪犯就对小林珍的遭遇很是在意 认为修行被寄宿在这样的身体也是倒霉 普拉看出了罪犯的不满 便给他提了一个建议 不要在意小林珍的生活 和刻意去扮演之前的小林珍 用这半年的时间好好享受人生 即便修行失败 也不枉体验了一下重生的机会 被普拉提醒罪犯认为这个办法可行 本来他也只是替小林珍的遭遇感到惋惜而已 他也没有办法改变什么 毕竟是他人的人生 现在他可以尝试去进行自己的人生 于是在隔天罪犯就把自己打扮得像大人模样 他要开始自己的人生 但也就是在这一天 他却看到了自己不愿意相信的一幕 之前独定香香一定是有隐情的 这么青春活泼可爱的少女不可能去乱告 但是在雨天下的他却同样打扮成大人模样 那妖露妩媚的造型让罪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也没有见过这个模样的香香 他也相信着这只是青春少女的暧昧之心 但紧接着一个中年大叔就出现在香香身边 在两轮不情不慢的走进酒店后 罪犯不得不相信普拉说的话是真的 但内心还在尝试替香香解释 于是他突然冲出去 拽着香香赶紧离开酒店 两轮跑了很久 香香也没有让罪犯停下 在一个桥下 他们终于停了下来 罪犯能救不死心地询问 他在期盼香香是有苦衷的 可是香香却直言坦白 自己就是为了包包 为了名牌而出卖自己 也许长大后自己有能力可以购买 但是他也不想等到以后 既然现在有办法可以直接得到 并且付出的代价如此简单 他的问何乐而不为呢 只要罪犯能够拿出钱 他同样也可以答应 想想就香香的办法很简单 只需要有足够的钱即可 但是这个代价却是罪犯无法承担的 最后香香还是告别了他 重新回到了酒店 办法就摆在罪犯的眼前 他却无人为力 他突然想起小婷芝的母亲 也用那做饭的双手去触碰别的男人 在回家后崩溃的情绪 让他当场质问的母亲出轨的原因 没有得到答案的他在事业跑了出去 结果就在半路上被一军混混 抢劫 欺负 重生修行的遭遇 好像和之前的小林真并无区别 可是到了冰冷大街上的他 却是被那个自以为是的哥哥救回家中 而醒来看到母亲所在身边 即便知晓的这一夜都是他在照顾自己 可是心中的气氛 还是让他没有半点感动 迷茫和无助充实在罪犯身上 他明明想要摆脱小林真的生活 可是最近的击惨遭遇 就像刻在自己身上一样 无法甩掉 唱子在这个时候来谈慌罪犯 面临的罪犯提出自己究竟是个怎样的人时 唱子却认为小林真是个干净纯粹的人 于是最范围的破坏 唱子那份感觉竟然将他推倒 打算做坏事 虽然只是吓唬他 可是唱子却还是落魂而逃 这一刻 最范认为自己修行一定失败无益 普拉也告诉他 如果修行失败 除了他无法重生之外 真正的小林真也会自去 而明白生命的意义其实我说很简单 只需要一刻 只需要一些契机即刻 最范在之后的生活中 遇到了彻底改变他的人 翻起倒数第二的早一女 同样是没有什么朋友 的学习成绩 但是罪犯却在他身上 看到了不一样的光彩 早已你喜欢铁路的发展历史 但还好老实的性格 让两人成为了朋友 而就是早已你的出现 能罪犯明白的一个道理 人生中只要有一个人认和自己 只要有一个人可以陪伴自己 那么这是一件超幸福的事情 虽然之前唱子的出现 本可以代替这个位置 但是在青少年的生活中 异性之间的交流 和同性之间的交流 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他们可以一起上厕所 可以一起聊些 乱七八糟的事情 但最主要的是 唱子是带着感恩之心 去接触小林珍 她又外貌而没有朋友 但是之前的小林珍却鼓励了她 虽然小林珍自己也不清楚 随自己那些话给了她鼓励 但是唱子就是很感谢她 所以跟早已女的相处 最凡感受到了活着的快乐 于是 她决定要好好努力 跟早已女考上同一所高中 虽然她没办法参加高考 半年的时间也已经快到了 但是她担心 独播完以修行成功 是不是可以替活下的小林珍 多学一点知识 最凡的改变被父亲看在眼中 她担心儿子学习太累 提出打算带她出去钓鱼 放松 在这一次外出 父亲讲出了罪犯 不敢相信的一些话 原来 父亲并不是如同普拉所说的 一事无成 而是 她很努力的 只是一直没有找到机会 她为了这个加奔波 而属于对家庭的照顾 属于对自己爱人的交流 在小林珍自杀后 自己还发现了爱人服用 抗疫于药物 父亲希望小林珍对母亲宽隆点 想起年轻时 爱人和婆婆也发生了矛盾 但是母亲却一直照顾到婆婆去世 两人到此好像也没有和解 妈妈希望有一个对的人 来发现自己这些年来的压抑 可是唯一寄托的人 也就是父亲 根本没有时间跟自己沟通过 对于出轨这件事 成了母亲心中挥之不去的懊悔 一次错误 终身不忘 以至于之前被罪犯质问的时候 母亲只能喊泪痛哭 她知道自己的错误 想要解释 但是也明白 任何解释都是无用的 其实离婚 似乎是解释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 但是父母两人 其实都对这个家充满了无尽的期盼 小林真的自杀 反而让他们发现了之间的问题 而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哥哥 其实是个宠地狂魔 但是他有面子 所以只会在有问题的时候才出手 被人欺负 使他站出来保护弟弟 他认为成绩差的弟弟一定考不上高中 于是已经找了一所私底高中 因为学费昂贵 自己甚至打算推迟升学 先让罪犯去学习 面对哥哥的好意 罪犯去绝了 因为他会跟早一旅考上预定了高中 结果哥哥的好意被拒绝 显得有气生气 那位小林真不是后代 可是罪犯的眼泪却流了下来 他说出了自己和早雨女的约定 这是对朋友的承诺 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哥哥没有说话 拿出身后的纸巾 擦掉眼泪的罪犯 将饭碗递到母亲身边 让他给自己递下柠檬枝叶 这一刻 这个家才真正的蜕变 一家人突破的曾经 同时都走出了困境 而在之后罪犯重新走进画室 却发现像乡正一年沉闷的 盯着自己之前画的一幅画 这幅画很有趣 在香香眼里是一个天空 可是在藏子眼中却是大海 下面的马是想月如大海 香香现在想要毁掉这幅画 他不理解为什么 自己总想毁掉那些美好的东西 想毁掉那些自己得不到的东西 想要藏生不死 却整天想着如何去死 眼泪不自觉地留下 嘴饭 看着楼落的香香 才明白这一刻的香香 才是真正的自己 他笑着对香香说 你一点都不奇怪 普通人才会有奇怪的想法 你很正常 就像颜料一样 五颜六色 人也不开 只有一种颜色 就像男人也会搞颜色一样 开玩笑啊 真正的颜色 自己的颜色 人生多姿多彩就行 已经去过冥界的罪犯 之前对重生没有兴趣 但是现在却很期待 自己能够重生 活着才是最美好的事情 而多姿多彩的活着 才是更美好的事情 时间一转眼 就到了修行的最后一天 罪犯开始跟所有人告别 告诉嫂一女 不要隔天自己变得沉闷 而疏远自己 告诉畅子 不要怪罪自己之前的无礼 诚心的道歉后 才知道畅子其实根本没有生气 在黄昏来临之时 一切都结束了 可一切也在刚刚开始 因为罪犯想起 自己生前反下的罪孽 他是一个杀人犯 他杀了自己 在普拉公戏挑战成功后 他必须消除这半年来的 一些记忆 罪犯 哦不对 小林珍在昏迷后 也总算重生了 家庭的温馨 友情的美好 还有那多姿多彩的 未来人生 故事结束 普拉不是冥界使者 而是之前未能挑战 完成的失败者 他心目挑战成功的小林珍 虽然这个世界充满肮脏 但是却又是充满的美好 回到故事中 我要点评全片中 让人最不能理解的 一个角色设定 母亲 接下来的话 可能有人会认为 我三观不正 但是希望你能冷静思考下 我说的话 出轨有错吗 错了 很多人不能理解 母亲出轨的解释 哦 就是父亲不跟自己沟通 跟婆婆羊毛对 哎 这不是出轨的理由 对 这不是出轨的理由 但是 你可曾想过 一个全职妈妈 在一个可以说是零散状态的家庭下 心中的苦水 没有一个人可以倾诉 你可能觉得 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但是每个人的抗压能力是不同的 妈妈在无人倾诉的情况下 被一个男人温暖 而犯下的不可原谅的错误 这在现实世界都屡见不鲜 我没有说他对 也许你会说 受不了可以离婚 但是你可曾想过 一个家庭有了孩子 并不是说理就理的 很多情况 不是你所想的那么简单 母亲走出酒店的那一幕 她的表情是抑郁的 我的回去部动画 描述出了一个很真实的情况 本来妈妈不中的这个桥段 并不是动画的真正核心 但是动画给妈妈的戏牌 却成了更大的争议点 意外的幸运间 不是在给你讲述 如何活得多姿多彩 而是在讲述 成长与和解 母亲那一句对不起 蕴含的内疚和悔恨 爸爸那笑哈哈的脸上 却隐藏着不为人知的委屈 小林真正通过考验 正是在清楚地了解了 这些情况后 真正的成长了 同时爸爸和妈妈的和解 以及全家人的和解 都才是真正的活着 如果不能理解 那么重生后 能会再死一次 有趣的是 早与你这个角色 父母哥哥这么好的人 都无法感化小林真的心 最后却是一个机友 搞定了他 显得是那么可笑 但我就觉得一点都不可笑 因为他无法真正的指示那些好 是早与你出现 让他发现了 小林真最早想要的 只是一个陪伴 但是在爸妈和哥哥那边 得到陪伴并不是他所想要的 就像小林真 认为香香不可能乱告 就像小林真认为 母亲出轨跟香香是一个德性 但实则母亲却懊悔不已 并遭一个舞蹈老师 短短的联系 就像他听了普拉描述的哥哥和父亲 一切的一切都并不是真的 那些记录只不是 以前的小林真所认为的情况 人就是如此的自以为是 这是一部很优秀的日本动画 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去稀稀地感受 哦对了 倒数第一和倒数第二 想要考上同一所学校 我感觉应该很简单吧 如果你对母亲这个角色 有什么见解不放 可以留下看法 友好交流 不要恶言相向 好吗 我是少年 一位迷人又可爱的小型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 评论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